我來這裡買咖啡飲,因為很累,而且買了我的咖啡 今天破例買了一杯Medium Coffee Double Double 就是兩斤糖兩斤牛奶,為什麼呢? 好日睡兩點三點睡,怎麼知道呢? 因為今早早要起床,家長前幾天每晚都是三四點 又是一早要起床,很累很累 所以一定要靠咖啡定當 我不怕夜睡,我又熬到早上五六點睡都可以 但是我很怕夜睡,我不行 因為我一定要睡十個小時,十個小時才叫做精神爽味 這麼累呢,我應該出去那些椅子坐 但是外面那些椅子,現在冬天,不是冬天,我真的搞錯 累到沒有了,現在是春天,不是冬天 但是都被白鴿站在那裡,坐在那裡,如果我去坐就會走 那無謂,現在只有他們,他們有很大堆在那裡 我很喜歡白鴿的,我小時候一出生,家裡後回來就有很多白鴿 我以為白鴿有餘 現在已經到了Venture,在等到Uber來 說這麼快的Uber到了,因為今天實在太累太累 那那個Subware又遲了,所以一定要坐Uber去那個Appointment 遲五分鐘要想不到今天這麼失車 現在已經結束了我的Appointment,很開心很開心 接著要去另外一個Appointment,因為很累很累就不坐巴士了 就坐Uber了,現在就去了 到時再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已經辦完了今天最後一件事情了 但是呢,來到附近的Model,去喝很硬的下午茶 現在都差不多4點半了 但是呢,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喝咖啡的 但是很累,所以叫了杯Ice Coffee 剛才一早喝了一杯MEDIUM的咖啡 但是沒有喝完,夠了夠了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喝咖啡,所以叫了一杯凍咖啡 今天就破禮Double Double 兩斤奶,兩斤糖,因為不夠睡 一定要補充精力 現在就來了這個在斯加布的一個mall 大型的mall 都是因為它佔地很大 但裏面就不太大 不過也有很多食虎,知而且類 就是Bidal Wood Mall 是Finch和Warden 今天最主要的Appointment 就是要去香港非常著名的音樂 華哥,張永華 華哥那裏要練兩首歌 因為他有個慶功宴 那天晚上要唱Light 你知道我唱歌 拍戲都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一定是用力 就算是一個慶功宴 我也要去那裏練歌唱得好才行的 因為廢話很開心 華哥有個計劃到時十二分 到時先跟大家說 唱歌真的很開心 你身體很好 或是拍戲又簡直開心到飛起 可惜不是很多機會拍 今天一共就練了兩首華哥的歌 要去那個慶功宴的歌 另外我自己選了四首歌 想著將來如果有些什麼 再有表演 那我可以慢慢慢慢的練熟 這些歌差不多二十年都沒有碰過的了 都不錯不錯OK 那就是歌詞不記得 然後就是一小小小小小的不得了的東西 這樣就回去看老婆練一練就搞定了 希望 但最重要是記歌詞記歌詞 以前小時候 十歲未到 聽首歌一十一次 三兩次熟 兩次就整首歌都叫出來 你服氣了 現在 我以前二十年前學的歌 就算是幾個月前學的歌 現在放下它 就忘記了歌詞了 當然不是說全部都忘記了 整首歌百分之三十 看是什麼歌 如果三段都不同了 在這邊 百分之四十幾都忘記了 就算記得都是撈亂了 第一段唱了第二段 第二段唱了第三段 第三段唱了第一段 所以很辛苦很辛苦 沒辦法 自己喜歡的東西一定要做到好為止 所以要練 要練好 一間至少六七十年舊的購物店 過去幾年前曾經裝修過 但比以前好些 但都是一般 都很六十年代的感覺 但是很忙的這個摩 你不要看 哇 多人都不得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唱歌呢 如果你喜歡唱歌的話 我就提議大家去學一下 那如果你為了玩玩一下健康 那你去你附近的 community center 都有人教唱歌的 很便宜很便宜的 那如果你如果想說 玩得更深入一些的 可以找一些好的老師 那你先說 你說不想找個別班的 你便是裝在一起去那些大班 那唱一唱一下 看你覺得開心不開心 可以不可以 那你就決定 唱歌對身體是非常非常之好 因為你經常用氣的 所以唱歌的人 每個人都很長命的 如果你用氣用得對的話 老師會教你的 但是 你說大家是不是在這裏 開咖啡店 排隊排隊 嘔吐血 賺了你的職業 今天回家不吃飯了 太累了 家裡都吃不完飯了 那我在這裏買些外賣 即是燒美 立即在這裏吃了就算了 那來這裡買一磅叉燒 有很多其他東西 有燒鴨 又有琵琶鴨 我差不多喝了我一杯 Ice Tea 喝完之後 很舒服 不是Ice Tea 又不夠精神 Ice Coffee 我都是從小到大 都會喝凍飲料的人 雖然家裡經常反對我 喝凍飲料 對身體不好 但沒辦法 我喝過凍飲料 我會很精神 反而不舒服 今天講到這裏 因為實際上太累了 整個星期晚上三點多睡覺 第一早上八九點就要起床 很不可以 雖然我是一個不習慣 早睡的人 每晚起碼熬到三點四點 但我一定要睡到十一小時 才會有精神 否則就不夠精神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 因為我會對身體非常之不好 好吧 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時間 記得去查看我的目錄 有1600多個不同類型的影片 可以的話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靠你們分享 否則沒辦法 謝謝 祝大家身體健康 下次見 來 謝謝 師傅 謝謝 師傅